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1.5分 就是这两场的世界王之后 他就会在雅丁大陆出现红色妖魔 还有这个红色妖魔斗士 那你把他干掉之后呢 除了可以拿掉大量的经验之外 你还可以拿到一些这个叶子 就是让你赚经验又可以让你补叶子 这个活动就是跟之前的其实都一样 所以如果想要冲等的话呢 这个活动就不要去错过啦 好那这个活动很简单 我们来讲第二个 那第二个是觉醒宙斯的组合八 这次是第二周还是第三周的更新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次多了什么东西 在这边从8月5号的中午12点之后就可以去制作 那上个礼拜的话他是放在这边 特殊制作是让我们做神秘变身卡的稀有 还有这个娃娃卡的稀有 那这一次呢是做这个神秘变身卡的传说英雄 好那娃娃卡的传说跟英雄 就是升级版就对了喔 那上面还有这个阿曼之塔的这个高级装备箱喔 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制作挑战看看 那之前的话如果你有制作像有要挑战制作这些 祝福防具箱的喔 包括这个神圣的精灵盾牌喔 这一次都还可以去制作 他可以一直到8月26号 所以如果你要玩 未来要转职成狂战士的话呢 这个东西要留意一下他的制作时间 好那之前如果你有制作一些 比如说这个什么箱子喔 这些名誉币箱啊 三色硬币箱或是这个 纯百万能药箱的话这些东西他会重置时间 大家再去留意吧 好那再来我们来介绍这个 宙斯的制作秘籍包 这个的话从8月5号一直卖到19号 这个是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这一包呢 他总共分成两种 一种是变身的 一种是娃娃的 那每一包呢 可以买四次 那价格都是2000赚 内容的话基本上可以互相参照喔 像有融资赚1100个 宙斯制作秘籍一个 宙斯的变身卡箱一个 宙斯的名誉币金币箱喔 然后还有宙斯的变身卡制作书 好那娃娃的话就对应过来喔 只是在这个宙斯的变身的换成娃娃 好那这个变身卡制作书换成娃娃卡制作书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宙斯的秘籍可以做什么喔 你只要点两下之后嘛 那再登陆1万金币 你就可以去获得 几率抽到下面这一些喔 他有五个栏位就像我们欧林制作秘籍一样 那五选一五抽一这样子喔 那最差最差应该是拿到白色的 所以祝五祝房红五红房 或是守护石或是祝福圣水喔 在这边里面应该都是有机会去拿到的喔 那最好的话上去就是蓝的啊 紫的啊红的 这个都可以去制作这样子喔 那我们刚刚上面有讲到这个变身箱嘛 应该说名誉币箱 他一样是一万到五万这样的抽 然后呢 那些什么变身卡箱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喔 这边有这个宙斯的变身卡箱 还有宙斯的魔法娃娃卡箱 我们来看一下喔 如果是宙斯的变身卡箱的话 他基本上都是抽到这种喔 沙虫或者是巨女皇系列的这些变身 那当然如果你运气比较差一点的话 是会拿到这种变身卡的喔 变身卡变箱 那这变身卡变箱他就是一般的职业蓝变了 那在娃娃的部分呢 他是可以抽到这个巨大守护蚂蚁喔 树金克特大甲马油 或者是不死鸟独角兽 或者是运气最差的应该是这个 稀有魔法娃娃箱喔 那稀有魔法娃娃箱的话 他就是 比如说你有可能去抽到这个 这边有写喔 巨人黑章者这些 比较常见的一些娃娃啦 然后呢 来如果说你有对应的这个变身卡制作书 就是买两包或者是买四包的话呢 那么你就可以去挑战制作这些东西啦喔 这个都是几率的喔 他不是百分之百的喔 所以的话你至少可以挑战这个 红变或者是紫变 红娃或者是纸娃 那这个大家再去留意一下 他的这个数量喔 基本上他如果失败的话 他是退给你变身制作硬币 好那两个的话 红变是退2500 纸变是退5000 那个红娃跟纸娃也是一样的这个 这个效果喔 那这个的话基本上就是给大家玩一玩啦 那冥玉必香算是小补一下这样子喔 然后我们看来看最后一个塔拉斯的灿烂补给香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他也是卖到8月12号 那这一次的话 诶 里面有纯白万能药箱啦 除了蓝钻1200个之外 他还有纯白万能药箱 就是给你5个纯白万能药 以及呢这个死亡骑士的 魔法娃娃抽卡 死亡骑士魔法娃娃抽卡 那大包的话890 小包的话呢330 小包的话就没有这个万能药了 那死席的抽卡包呢 他换成是这种 魔法娃娃的抽卡券是一般喔 那是给你5张 然后呢再给你一个金币的50万一个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补钻用的啦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关于这一个礼拜台服务 8月5号的这个活动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如果你有蓝钻的需求的话呢 欢迎来到小编 我们这边有买官方的这个蓝钻卡 这一个影片呢 就简单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 我是小编 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咯 各位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